有民众搭乘台铁花坛网彰化的区间车 途中却看到了一名女乘客霸占座位 一个人站了两个博岸座 而且还拖鞋两脚踩踏在椅子上 离附的情况全部都被民众用手机拍了下来 另外在台中有骑士要找停车格停车 却惊见一名女子人肉站车位引爆了争议 骑士找车位好不容易找到这一格 却有名女子站在车格内 骑士连续发问女子却是频频跳针 不断说自己在等人 眼看他完全没有要让 骑士马上寄出这一招 骑士马上能够站车位是未来爬行的吧 一听到关键字要罚钱 女子二话不说马上转身离开 让出停车格 骑士也顺利的把车给停进去 事发就在14号晚间台中三明路上 由于旁边就是知名科大和一中商圈 停车格本来就一位难求 却发生人肉站车位 就应该是谁先来就谁停 这样子站我觉得不太好 如果我也很急的情况下就会觉得 蛮烦的啦 类似情况真的层出不穷 但依照法规肉身站位可开罚500元 另外肉身站位情况也发生在台铁的曲间车上 民众搭车从花坛要到彰化 却募集一名富人占用两个红色的博爱座 还把鞋子脱了两脚撬在座位上玩手机 夸张萤幕全被民众用手机拍下 离谱的是张务人员都已经来劝过 他还一人顾我 尽管当时车上搭车民众并不多 但富人把火车当作自己家 台铁表示按照契约是可以拒绝运送 不想被赶下车最好还是多点功德心 谢唐彰化送不倒